Hello 各位智慧好 大家好 這個星期的公辭出頭 就到我們 我是公盟敏儀 Carol 是 公盟阿正 星期就提醒大家 我們上幾集小說點 提點自己有打電話來聊聊天 1831138 因為今天我們會講一些熱門少少話題 大家可能看了很多報紙都可以介入一起講 對 我想熱烘烘的 最燙手珊瑚一定是關於剪鋼筋 一些很鋼筋的事情 這件事既是一個公共事務 為什麼會起豆腐渣呢 第二 我們很多工人兄弟 建築地盤的兄弟在裏面做事 是不是看不到呢 其實我們今晚應該就開始可以 幫這個行業的兄弟揭一揭避 揭黑幕 沒錯 揭了黑幕出來 為什麼現在揭露這些有問題的工程 除了大家關心 到底是不是哪一間建築公司惡了這個問題 反而我們公至出頭 應該是主力看看 勞工現象 在他們工作間出現了什麼情況 我們從勞工那方面 看看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發生黑暗的事 代表了什麼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沒有記錯 阿正你好像你的公運歷程 曾幾何時 一個人都好像帶著五六個 相關系的公總會 六個建築公會 哪六個 那時候我在公盟末期做幹事 之後才去選區議會 那六個工會就是 泥車工會 田裸車工會 即是運營圖 地盤工會 紮鐵工會 還有尼泊爾建築工人工會 這些全部都跟建築有關 還有建造業議會即工會 六個 那我們那時候 到現在都是 這六個會都是 在公盟的大旗幟之下 六個會是聯合做事的 那時候其實我想一下 都很多年前這樣計 但是那時候在工地裏面 見到的一些現象 跟今天是不是都很不同 黑暗 現在顯得黑暗了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是整了很多制度 很多規範 很多師傅的資格 看起來好像 很有結構 很有結構 很多規範很正式 但是其實 你反規這麼多規矩的外殼 下面 還有黑暗的東西 即是你的對比 即是以前 它爛爛到上面 你面又爛 底又爛 現在的問題 你的面做得這麼視正 而底下有東西爛 就表示什麼呢 其實就是更加地黑暗 其實就是 即是行業是 即是一邊又很視正 其實內裡還是很多髒東西 它髒的層面 例如哪幾個層面 要講講結構 因為建築就是一個發展商 然後它建一棟樓 要請一個大判回來 即是總承建商 然後總承建商下面 它再要將工序分判 所以有總承建商就是大判 然後二判三判四判 這樣判下去 將工序一路判 越判得低層 就越容易出事 為什麼呢 大判拿一單工程回來做億億聲的 是啊 億億聲 那它呢 就是搞一些制度 搞一些專業人士等等 都很漂亮 是啊 接著去到二判呢 它判那個工程的價值 是千萬級數的 是啊 那你千萬級數 都那些制度 專業性那些 都靚靚仔仔的好似 是 接著判下去第三判 就叫百萬級的工程 百萬級工程 就開始有古靈精怪了 就是 跟那些制度 開始走法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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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腐敗的東西 再去到四判呢 叫十萬級工程 就是你的工程十萬級 那些就更暖農 更暖農 你去到如果去到有些 哇以前我見過八判 八判是怎樣呢 嘩 我我都是工人 是 喂 我找一下Carol 嗯 你跟我一起開工 是 然後我把那些錢給你 是啊 那其實我是一個普通工人 你也是普通工人 可能大家是朋友 不過我拿一塊錢給你 那我作為一個僱主呢 嗯 其實已經 什麼管理啊 都不用了 什麼安全啊 什麼東西都 都不顧了 都做不到的了 是啊 分分鐘我對上那個 我第七八判 第 計上那些四五六判 都已經亂來 嗯 那於是 層級越低呢 其實就越黑暗 那現在來說呢 就政府那些工程說三判 是 那但是私刑呢 仍然是 就是無限判 無限判 那聽說 就說 現在好像好了 那樣 但是始終你判得多 落到下面呢 都是無枉的 我聽最多的那類型的事情 就是說 去到最前線 就是 下手下腳做事 那些工友的問題 嗯 大家一見到工業意外 就當然是追究 誰是外判商 誰是僱主 在工業意外 有人傷亡 他們要負責 現在已經是 不知道是誰 現在經常說那些什麼 地盤靈意外 是啊 地盤靈意外 是怎麼造成的呢 那就是你剛才說的 下面那些判商 因為有親意外 就要扣分 就是要計算的 扣分又要發錢 這樣那樣 那所以 有些判商 一見到工人商 我掃錢 你去醫院 你可以收工了 不過不要再出現在這裡 我也都不記錄了 不止 掃錢給你坐的士 去醫院又怎麼說 立刻去看急症怎麼說 就是給三兩天醫藥費 你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千萬不要報勞工廠 千萬不要報工商 是的 因為現在大家在地盤外面 就會看到有一塊板 一格格的 寫了那些數字 通常這些工商率都非常低 去到0.0幾 是的 沒有那樣的 是的 那有些是做出來的 有部份的原因就是 做都做到 他要好低 好低 除非那單箱 所以沒有負責關係 是的 他做低 譬如你真的去到 箱很嚴重 甚至死人 重傷 掩都掩不住 那些就會見 是的 所以大家看到 大概地盤的工業意外 一年死二十多人 雙真是報告上勞工處 都是百位數字 他們的工友也都說 因為你想想 工友的意識 可能又不夠強 加上他們的判頭 有些指定的地方 每天早上工友想在那裏捕 等到有人叫他去開工 那根本埋到來 就是這樣 你夾月餅 跟我走 去哪裏開工 有時候他可能 都不太認識過判頭 就跟別人去開工 結果受傷甚至死亡 他們說出來的 有一些故事 我記得就是 根本 你就算工友太有安全意識 也沒有這件事 因為去到開工 你想穿什麼 安全繩 安全衣 什麼的 金屬鉤 那個判頭叫你 你還做不做 你搞那麼久 喂 犯規了 他不讓工友 要穿齊救生設施 或者安全設施 所以導致到 工友又怕沒有工開 在裝備不足的情況下 人欲自己就去開工 弄傷就是沒有保障 其實就是 在地盤裏面 你說的情況是普遍的 其實是為求的速度 還有在地盤裏面 最多的傷亡意外就是高處墮下 嗯嗯嗯嗯嗯 即是 要爬高畫低 插錯腳就跌下去 即是那些是 是 是 常發生 即是你說怕踩釘 還用捉鵬 即是 現在地盤 地面就試正了 是 爬高畫低 真的打傷 即是你剛才說的 那些安全設備 有一個很搞笑 你又說到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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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安全設施 是 穿了在身 是啊 但是 即是那套叫做 鋼傘繩 嗯 即是穿得像是角落傘 是啊 道理上背上有個勾 是 勾著上面有條安全繩 是 但是很多就只穿那套鋼傘 就沒有條繩勾著在上面 那 那意義在哪裏 穿你做樣子 整組的搭棚師傅 真的自己都知道要裝假狗 然後不停搭棚或者拆棚 其實呢 這個是追求速度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如果你要裝一條救生繩在上面下來 其實是要有個時間裝 而且每個人用了救生繩在上面掉下來 其實那個工序會變慢 嗯嗯嗯 當你趕工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用 甚至連那些鵬師傅 搭棚師傅都會說 你弄了一條繩在那裏怎麼做事 做不到的 那這樣就不用了 因為他整組一起做 六七個人這樣 六七個人都裝假狗 這個是其中見到一個例子 嗯 其他往往都是 為了快就 差一點 做了幾十年 不怕的了 你做了幾十年就差那一刻 沒錯 有時候就是意外意外 意料之外 做了幾多年都好的那個工作 那一次發生在你身上 就是在你身上 但是就是因為有個這樣的雜性 就是覺得給一些藉口出來就可以了 趕工 沒錯 又或者你做了這麼多年 難道不懂嗎 沒錯 這一類型的藉口 就造就到 大家就好像反到工人 我身上就是 如果我這麼堅持 要穿齊保護的裝備 是不是我衰呢 是不是好像 我阻礙人家做生意 或者生產 另一個可悲呢 即是趕工造成 就是你穿齊裝備都沒有用 你又連這些裝備一起死 就是港珠澳大橋 大家記得的了 那些工友 將自己的安全繩扣了到那邊 那些平台整個搭了到海 就拖了你到海 這些根本就是趕工所造成 是很傷心 大家可能已經聽得太多之後 我們都很擔心 是不是大家會麻木 就是為什麼工人的命這麼賤 為什麼遇到這麼嚴重的意外 為什麼還沒有去到有個力度 大家要關注 所有建築業的這部分的安全 其實真的不能夠妥協 事實上呢 剛才我們說的不可以妥協 是去到死人 人命當然不妥協 但是其實有些工商 是搞到你開不了飯 這些事又不上報紙 甚至又不上勞工處 因為地盤師傅做操縱事 你的關節手手腳腳就是你的身材工具 你用幾十年都是靠自己身體去做操縱事 傷了之後 你的工作能力喪失了 譬如你說拿不到這麼重的東西 彎不到這麼低身的腰 或者會痛 你就開不了工 那你一輩子的絕技就位於一旦 沒錯 你的生產力就變了零 然後你怎樣陪伴他 傷了一樣是他一輩子 找不到食 沒錯 這些是記錄不到的 其實有時候都想知道 怎樣才能夠由根本做起 大家的工作安全文化 真的不要再因為剛才說的這藉口 就掉以輕心 但是又談何容易 經常覺得那個艱難位在哪裡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會死人 我去外國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都到處看的 看到別人的建築工程 別人沒有什麼國家是用竹棚的 用雙層的金屬棚 看到別人是窄到穩穩陣陣 在裡面兩層的做工程工作 有時候真的很唏噓 我們香港是不是真的 只可以永遠用竹棚的建築方式 其實竹棚固自然是祖宗傳落 南方是特別多用竹棚 現在國內都是不用竹棚 國內已經不推竹棚 有些東南亞國家還用 但是我看回香港竹棚的技術和安全的設施 已經叫做最先進 我可能見識少 但是我去外國開會 因為其他國家就不用竹棚 這些外國人不用竹棚 東南亞用竹棚 東南亞之中 香港那套制度應該是最好的 但是都是牙醫危險的 你說一時半刻去改 所以還要一點時間 因為師傅學了這些技術回來 但是歸根到底 其實這些意外的根本原因 其實是速度 一旦叫趕工 就什麼危險都會出來了 還有我們香港工人 是很勤快的 我們的腦筋轉得很快 有時候是轉到 配合了僱主的速度文化 有些師傅會自己想方法 怎樣令到自己更快 令到事情更快 其他行業都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 就是說 那些伙計們 我們打工仔們 不知道為什麼 一去到某些時刻 老闆說 要趕銷售額 要趕速度 要趕日期 就會自己想這些方法 不顧一切 甚至弄傷自己 本身這種文化 是很植入於我們的心裏 我們都會自己幫老闆加快速度 我最深刻印象 就不是建築地盤 我看了一套紀錄片 是National Geographic拍的 就講香港的碼頭 去調貨櫃 怎樣調 人家外國是怎樣呢 貨櫃在這裡 當我手機是貨櫃 那他那個櫃呢 就會先拉起它 然後再橫行 這些是國際標準的安全做法 香港又怎樣呢 一路櫃起 一路打斜地上 蛤? 會發了 很危險 那跟著一套紀錄片裏面 那個主持人就說 哇 香港真是厲害 這樣操作的 就是他用一種很讚嘆 哇 很快 很effective 但其實這種就不是最安全做法 但我們香港的工人呢 雇主要快 雇員就不知不覺配合那種文化 其實我們是 安全意識呢 不單止說用好裝備 其實已經是有很多研究 是說 意外的原因 其實因為快 快你就會 減省很多必要的安全手續 用少很多安全裝備 沒錯 沒錯 當你追求速度的時候 有很多必要的步驟 你當然不想做 於是 往往問題就是出在這些部分 現在建築業 所謂要走 cycle 一個流程 譬如一個 cycle 走五天或六天 就是怎樣呢 一個 cycle 走五天或六天 就要建好一層樓面 完成了那一層的所有工作 是的 那個 cycle 不能打斷 因為一打斷 就會影響其他工序 譬如其他工序 已經買好材料 以及工人已經在那裡等開工 因為上工序搞不定 就拖累下工序 哦 這樣一圈賴一圈 那於是 有些外判商就會被罰錢 是的 那為了不罰錢 工人亦都去配合 亦都說 人家買好材料 我不遲得 是的 說給別人 於是整個工序 就是炸鐵落石屎 跟著做其他釘板 炸鐵落石屎釘板 炸鐵落石屎釘板 這樣快快快快快 不能斷 是的 那這個 cycle 其實合不合理呢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這麼快呢 嗯 即是用這些淺銀的罰則 去再壓到下底判商 就落到工人那裡 工人又主動配合 於是便容易有意外 但其實在決定整個 cycle 長短短這裏 都重要的 在這裏面 是竟然沒有任何人去做一個合理的評估 五日一個 cycle 為何不六日 為何不七日 這些就是 判商上面 或者發展商上面 或者政府上面 不是告訴你 我們計算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根據什麼什麼 標準 標準已經可以了 哦 即是等於我們和民航處爭的東西 是的 標準是這樣 我們沒有遠離就可以了 還有什麼 效率 經常說效率 是的 我們香港人其實建立樓很快 你覺不覺 平地突然間 沒有走過那個地方 不知道兩三個星期 那棟樓好像已經差不多一半了 沒錯 搞定了 就是用cycle 走上來 另外一個當然是 有些預製件 如果正常到公屋 就直接從大陸釣一塊東西回來 一下子嵌下去 對 預砌LEGO 有時候就是覺得 你們這麼趕 你們終於撕到你的target了 cycle又Complete了 賣到滿堂紅的那些樓 沒錯 工友用了多少性命去換取 不止性命 我們還要問一下 即是他們的健康 是的 還有就是他們是不是真的得到合理回報 沒錯 他們的人工 是不是真的等同他 你賣樓賣到這麼火紅火綠 這麼大的利潤 這些利潤 工人分到多少 再說香港的樓市怎麼來 就是快速建這堆豪宅 然後快速賺錢 快速跟隨樓市的趨勢 而且更加多無糧的發展商 他都不理你 其中有些黑暗就是 那些大判、疑判 其實是有出糧的 應該有拿到錢的 那些工友為什麼 已經沒做完工程 又叫欠薪等等 其實我都曾經有家人經歷過 真的幫那個被人扔下海的 那個知名的發展商 做過小小事 真的輕不出糧 他們那種建築業有一些這樣的習慣 現在的工程是50萬 那時候銀碼比較小 我先給你20萬 那30萬 做完再給你 或者做這樣一段就給你 但是再做這樣一段 你問他 還有美數那30萬 這個不給那個不給 就一直肯再給你10萬 那做判頭的慘 下面那些叫蛇仔 蛇仔 其實每個人就是有老婆有子女 要吃飯 人家是預料 你應該 依其糧不是5000 永遠只有3500 那怎麼辦呢 那判頭又要去借錢 這些是分判制的問題 一層壓一層 一層壓一層 但你不是沒有錢的 你有錢的 那為什麼你不出糧 就是這麼討厭的 那大家自己有可能見我們 我就戴頸 穿襯衣 你摸地盤的東西 准不准的 Karo你又在天上開工 沒錯 所以我們已經早遇了這件事 播完歌之後 我們就會封印一個很有資歷的地盤師傅 等一會我們再聊 這首歌就叫做真的漢子 給各位真正的漢子收聽 但其實地盤師傅開始有女性了 有呂澤鐵師傅 那不好意思 都是真的漢子 好 哇 一首那麼man的歌 真是man 對 貢獻給一些很man的工友 我們真的要搏man進來 結果現在跟我們聊天 也叫man 先介紹man的背景 最近man都忙 多傳媒會找他 他就是紮鐵業團結工會的老師傅man 對 剛剛去年就紮鐵罷工十周年 我又很榮幸我曾經是紮鐵工會的幹事 有請man 大家好 我回想起我第一次見man的時候 就是在他們那個土瓜環天光罷工那次 那時候是航空工會來聲援 是的 我們來聲援那次 就是一件很好笑的往事 那時候我們記得大家都很山寨 一塊紅色布寫大字 打橫幾個女生來自航空工會 工會代表來聲援你們 我回去跟那些理事說 嘩 我都沒見過有這麼多個男人不穿衣服 在我面前出現 我可惜看不到那一幕 因為我走了去掃地盤看不到 但是你完全感覺到那個溫度 真的man到爆 man到爆 那個人很生氣 那時候應該是發生了 好像是找水樽扔工聯會的代表 扔了 之後的事 之後 那時候我們一到就覺得 那些露火你感覺到那個澎湃的氣氛 真的很厲害 那看看今天man是否露火 因為想man呢 就講講這陣子那些豆腐渣工程 有什麼內幕爆啊man 是啊 這陣子經常講剪鋼筋 man 其實是不是一定要 是不是要這樣剪呢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實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來的 如果是正常的做法來的 如果比如那些所謂coupler 就是那個接駁器那裡 如果它是塞滿了石屎 或者是不是那麼 就是之前留得不是那麼正確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很多方法來做的 嗯 如果你比如那個接駁器那裡 如果是塞滿了石屎 應該打了接駁器裡面的石屎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偷翻碰一些啞 然後再拌回那個鋼筋下去 就是完美地接合回來 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嗯 但是呢 我因為講回這單工程來講 已經是2015年的 2015年也是一個建築的高峰期的時候 會不會 某些公司來講 他也都會因為滾貨啊 各方面或者 各種原因啊 引致來講 就會需要滾快的工程進度 而剪掉那個鋼筋呢 我不敢在這裏過境喘炒 但是這件事就絕對 就不是一個正常做法來的 因為那個鋼筋沒有完全接駁好的話呢 其實對於那個鋼筋的展力和拉力呢 都會削弱是很多的 是的 雖然 雖然 香港的建築 那個安全係數呢 是 在國際標準以上的 是 但是來講 如果 如果 接駁得不好的 剛剛太多的話呢 始終都是 可能會引致那個 那個安全係數會降低很多 但是我經常很好奇 每一個工序應該有些紀錄的 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好像現在找不到 沒有人明白當時發生什麼事 是啊 現在很多追究責任 究竟是怎樣呢 阿曼你天天在地盤 你覺得在哪裡可以出貓呢 其實出貓那裏呢 其實都很多情況可以出貓的 比如 展圈的鋼筋來講 他扭了部分的螺絲瓦 進去那個接駁器裡 那麼 肉眼看很難 很難判斷去 進了多少的 嗯 但是 其實另外有一樣呢 在他們 收貨的時候 有沒有 就是看著那些工友 怎樣監察那些工友 做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程序 出現問題 或者各方面呢 另外收貨的時候 有沒有正確的 抽查 抽驗那些 哪些人做收貨呢 其實 收貨來講 我們所謂的 顧問公司 會有 地鐵的也會有 工程資 去 現場監督 最主要 也是 職流來講 也會派 他們的 驗收人員 是不是 俗稱王家佬那些 是的 一般地盤俗稱王家佬 那些 會收貨的 會收貨的 但是 如果 看回 資料 就都 挺 惡然的 我感覺 是的 居然是這樣 因為 在這些程序裏面 相關的人 基本上都 正說我剛剛說 數了幾個 相關藝人士 都可能會有些 脫漏 脫漏 但是我看到 Aman 整件事開頭的時候 很容易就很想推給最前線的工友 他們自己剪 誰知他為什麼剪 很容易就想這樣 但是其實 如果大家現在再看下去 其實工人 整件事的角色 是完全被動的 就是叫你做 難道你不做 是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 扭不了的 他只會通知 那個 他本身 要跟雜責的分判商 即是雜責的分判商 溝通 然後如果再 處理不了的話 他也都會找 鑄地盤的 老總 所謂的 是 找鑄地盤的工程師 去看情況 可以怎樣 怎樣修復 或者怎樣 計算 可以減少多少鋼筋 或者怎樣的情況 這些是 所謂的正常的做法 是 但是 最後決定的 來講 怎樣講的 工友來講 都是 會 由 他們的 直系的上司來講 指派他們 怎樣做法 怎樣操作 是的 支持 由誰授權他們 可以這樣做的 來講 我不選擇了 追不到你 是的 但是 我想我們 因為不是 建築業人士 現在說 扭不到 他進去 是不是 其實 正常任何工程 根本 不會出現 扭不到 進去 這個局面 任何的工序 如果他的程序 沒有完全出錯的話 沒有出錯的話 根本的程序來做 基本上扭不到的 情況 不是那麼大 是的 所以 阿Man一開始都說 這個是不正常 沒錯 真的很不正常 昨晚我半夜看過 那張照片還嚇一跳 連那個塑膠的那個帽 那個膠蓋還沒有掉 那個鋼筋還黏著膠蓋 阿Man你覺得 那張照片是真實性高不高 那張照片我沒有看過 嗯 不過 不過 可能 那個膠蓋 未必是沒有掉 因為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我們的工友 是叫開膠蓋 他叫了 叫了 某些位 某些位 可能黏在那裡 嗯 而 沒有 完全 就是 叫開了他 但是他那個接駁瓦 也有機會是可以接駁到的 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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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張照片 是不是有某些工友 是 做少了事情 我 也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看了那張照片 我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那個情況是怎樣 阿Man就專業人士 就是說話都真的好客觀中行 不過都問一下 你覺得 那個 因為 追求效率 而搞到 這樣 有沒有可能呢 呃 其實 不會 絕對沒有可能 工友來說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上面 怎樣 吩咐 他怎樣做 工友 是不是 一定 沒有理由工人 因為 管工的事 來說 你不跟那個 上級的指示 很大機會 你是 撞失了那份工 那就是 工友 有些情況之下 是無奈的 明知道有些不對 也要照做 對 有些事情不對 我都沒有辦法 我都要跟著指示做 如果不是的 我不用在地盤工作了 這裏說到紮鐵 因為講起港鐵 又不可以不講另外一宗 爆開一條路了 我早前也請教過阿曼的 就是明華大廈那個 鋼筋的質素 未驗就已經開始 偷步用 其實這件事來說 在地盤裡 紮鐵的事件 都很經常發生 可能有某些 因為我說很經常發生 可能我之前都被人罵過 但是 實體來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集結 都經常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別人罵你說你唱衰的行業 對 他說一定會跟著那個程序 有些事情來說 理論上應該是要跟著的 他們也是做了那個程序 但是很無奈有一件事 地盤裡面 可以儲存 被用料 即是未能用的 被用料 的地方是非常少 地盤小 是的 地盤的空間小 所以形成他們儲存料的時候 物料差不多要用了 估計 什麼時候 他又要下單 才要來料 那來料 回到地盤 他也都要去 設掛一部分的鋼筋 去自個拉力的 自個拉力的 程序來說 通常都會 差不多接近一個星期之後 之後才可以 激鋼筋 才可以 試到那個 那個拉力 是陷入標準 才可以用的 那這樣的情況 來講 一個地盤 它不可能全部停頓 這樣來 遷就它等它得到 是的 遷就它自然 來到 就是阻慢工程程度 終於是有些鋼筋未驗都頂著 但是 但是有一件事 很重要 大家行裏面 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 逢是鋼筋 它出廠前 出廠前 它已經要找專業人士 是抽驗過的 就是每一爐的鋼筋 譬如它這一批次 每一個爐的鋼筋 它都會抽驗過 來驗過拉力 各方面的 承托力 各方面的事情 那其實 是的 你說 去到地盤 再抽驗那批 這個位求穩陣 是標準的 不是標準的 而是標準的 比率是非常小的 也都看回明華村 第一批次 是去的 就是同一批料 是一批去驗的 有部分是過不了關 但是第二次 第二次 複驗的時候 其實 安全係數 也是滿意的 所以 理論上 不是一個 那麼嚴重的問題 防協為求安全和公眾安心 都拿一批鐵 拿去銷毀 如果一般來說 第二次複驗的時候 都不過關的話 是全批鋼斤 是會 要消毀的 消毀的 回到鋼鐵廠 然後再融過去 再全身鋼鐵鋼 做過一批 是 做過一批 其實這個程序來講 就是那個 代驗鋼斤的程序 如果 就是 建築商來講 可以另外 它自己找一個倉 有一個代驗鋼斤的倉 先儲存 然後驗好 再去地盤 我想可能 會減低 在地盤 那個物料儲存 那個 緊絕的情況 就會舒緩 但是 現在阿Man你說的 代驗鋼 這個是建議 是嗎 是啊 其實 有部分 建築公司 都會有的 但就不是很普遍 就是 又為了省地方 是啊 都是省東西的 一些招數 但他們賺錢不少 那麼省幹嘛 我們其中一個想 今集踢爆 就是 大家看到師傅們 說 做炸鐵 人工高 應該挺好賺 現在不只是炸鐵人工高 外面全說 整個建築行業 整個建築行業都高 高到人手不夠 是啊 又不夠火記 那沒理由欠身 其實 反過來說 人工高 說 福利怎麼好 其實 在行業裡 大家都感覺 未必一定是 比如好像 最近這幾年 因為政府的工程 有些分配得不太平均 令工友 這幾年 都是不夠公開的 不是人人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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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就是不是人公開 最近來說 雖然 免價 我們 紮鐵來說 都有 比較清楚 那個免價 就是 散工的工資 相對都挺高的 因為二千多元 但是 在去年年 去年年後 其實 長工來說 也有一個減價潮 有很多老師傅 甚至乎 都是一千多元一工 那 總算不是整個公開 對 不是整個公開 因為很多 我們經常都 都收到很多求助 有沒有工介紹給我們 其實 作為工會來說 我不是很想介紹 紮切的工 給工友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我介紹工 給工友來說 其實助長的講解是 更加 哦 其實很多時候 反而我們工會 會找其他的 兌盤行業 比如 有某些 真的缺人的行業 來講 工作 我們會建議工友 暫時 轉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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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工程 稍微旺 一點 才會再重頭 紮切 那行業 即是不要做爛 市 因為 炸鐵是用集體談判的 如果做爛市 就是集體談判 價錢會壓低 是的 那些事情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 也希望 在建築行業 人手的偏培 也希望可以平衡一些 阿曼 另外問一下 你剛才說 紮鐵也有個 表面價和真實價 表面價當然是最帥 也不可以說小面價不真實價 因為長工 因為他 這個我知道 差不多每天都在地盤 開工 其實我想問 是不是很多地盤 現在很多行業都是 即是有個說的那個價 就好像很好 實際上 是不是很多拿不到 那麼理想的價 其他公眾 因為地盤有百多個公眾 是的 很多不同的範疇 其實來講 怎樣都好 不論是紮鐵也好 或者其他都好 很多時候 演價來說 和工友 尤其是長工的工友 那個收入 可能是有差額的 其實也都在最近 我們都和紮鐵商會 給了一個建議 可以 比喻 我們工友 就是長工的工友 拿一個牌 來掛鉤 因為現在 好像前年來講 有一個專攻專攻 我們師傅也都有一個 發牌制度 也都經過考核的 有一個中工牌和大工牌 是的 我們也都希望 譬如大工 如果拿了大工牌 超過多久 它不可以低於某一個工資 但是 標準工資 是的 有一個基準工資 我不可以說標準工資 我希望一個基準工資 它不可以低於某一個工資 你這樣 譬如淡的時候 工友來講 都會有一個相對應 它行業有專業的工資 正正是有一次我去美國受訓的時候 去了美國的海員工會 他們的訓練學校受訓 美國的海員工會 所以就真的做到這件事 它做到基準工資 它做到基準工資 都有不同的工種 在船上 他們是能夠做一個保證 就是技能提升 而且就是講到 任何船公司 你過來找 就算船的大廚 都有分二廚三廚 總之大廚就一定是這個價 二廚是這個價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 你給不到 我們就不會找人給你 所以美國的海員工會 雖然美國也會萎縮 但是它仍然做得到 有這麼大的議價能力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保護到基準工資 這件事就令到所有人更加相信 這個行業萎縮更加要提升 還有一件事 亦都看過會員人數多 因為工會的會員人數多的話 工會和資方來講談判的成功率 百分比會是高一點的 最近你們有兩宗 是不是算成功了 Aman 的處理欠薪個案 其實成功處理欠薪 我聽到有點堅持 因為你經常說做地盤 還有很多欠薪 為什麼呢 什麼事 其實來講 欠薪的情況 尤其是行業比較低迷的時候 欠薪就會高很多 現在又不低迷 不低迷 低迷嗎 其實現在真的低迷了 是嗎 低迷了 好像我剛才都說了 自從前年九月到現在來講 都差不多接近兩年了 都是叫做一個低谷 因為大部分的基建 因為政府一推的就推很多基建 跟著說不夠人 又說想入外勞 但是跟著到幾大基建 一起完工之後 其他基建 項目也都沒有適當 沒有新的開出來 正所為 開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整個行業 人手有過剩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情況之下 正正很多建築公司 可能就會收錢 或者各方面來講 或者發放給分本商的工程費用 會慢了 或者它向某些發展商 政府那裏收錢 也會慢了的情況之下 就形成那個欠薪的情況 這個情況就日趨嚴重的 也都是另外有一樣 我入行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小判口 所謂三渣 它都會是願意自己先頂樑 但是在97回歸之後 尤其是當時有幾間建築公司 土閉了 就形成很多小判口 因為我頂樑 我頂了 公司倒閉了 我就不能收 變了 那些小判口就不肯 再頂樑 不肯頂樑 不肯電資 電了收不回 其實有一樣很慘的就是 它越是不肯頂樑 工人欠薪的時候 變成了工人的工作 情緒就會低迷 然後更加形成 做得不好 那些小判口就會失本 這樣就形成更加多 那個現實的情況 惡性循環 然後工作的質量可能也有影響 真的 有的 這個肯定會有的 那些炎樓的節目就是見到 那些空心磚 真是幸運今晚 阿Man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經常見到很多豪宅落成 那些樓價這麼厲害 當然很多樓器 沒錯 很蓬勃 行業現在仍然是很風光的時刻 原來所有大型基建開始尾聲了 大部分工程要接近完 工程相對少了 多謝阿Man和我們分享 之後有機會又找阿Man來講 謝謝阿Man先今晚 謝謝 好了 我們真是揭秘 對 講講講講 講了一萬 我們最後也要賣告白才行 對 預告定 今年的8月4日 又是一年一度 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是什麼來的 我們職工盟賣其日 Karo做主席當然要賣告白 各位自己有在這裡 我預先宣傳定 其實原來我們要申請賣期要抽籤 不是每年都抽到 亦都不知道抽不到哪一區 亦都沒有選擇可以抽到哪一區 希望大家 今年我們抽到 就是8月4日上午 整個新界區 希望自己可以頂力支持 公智出頭 亦都支持職工盟 因為是職工盟的教育基金籌款 很需要大家 可以讓我們辦多些課程 等多些工人可以再培訓 可以轉型等等 可以補飯碗 無論大家住新界也好 或者去新界上班也好 記得8月4日早上 我們旗站由7點半開到11點多 對 開到11點多 到時你會在新界某區見到我 亦都可以見到我 對 到時我們周圍都是我們 亦都歡迎你們作出捐款 今星期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繼續聊 拜拜